下面来讲解制作水晶纯彩效果 首先打开这样的一幅图片 然后呢 我们将它适当的缩放 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沿着人物的嘴唇呢 勾出它的轮廓 将嘴唇的轮廓呢 给它选中 勾出这样的一个轮廓 如果选择的效果不好呢 可以使用直接选择工具 再对它进行调整 这样的一个轮廓效果 设置完成以后 按Ctrl加回车组合键 将它转变为选区 然后按Shift加F6 对它进行语化 设置语化的半径值 为三像素 创建一个新的涂层 将前景色设置为紫色 按Alt加Delete键呢 对它进行填充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图层1呢 填充了这样的一个紫色的效果 设置完成以后 Ctrl加D取消选区 就是使用选择中的取消选择 它的会计键呢 就是Ctrl加D键 然后执行滤镜 高丝模糊 对它呢 做一个高丝模糊 高丝模糊的值 设置为7 这里面设置具体它的大小呢 可以根据你绘制的这个轮廓的大小 你可以这样来看一下 看着怎样合适呢 设置也可以 比如说书上设置的是7 那这个值呢 我们也可以设置其他的值 比如设置为6 这是根据你绘制的轮廓 因为这样的轮廓的绘制呢 可能每次绘制都有一定的差别 你可以根据它来看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以后 将图层1的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绿色 我们现在将它放大一点看一下 设置为绿色 看一下水晶纯彩的效果 对吧 那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已经非常明显了 接下来呢 再为它添加一些水晶的效果 就是 执行菜单栏中的滤镜杂色 添加杂色 将它的数量呢 设置为12 注意 撤选这个单色复选框 就是让它产生的更多的颜色 确定 可以看到呢 这个里面呢 就产生了一点杂点的效果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图层2 将前景色设置为浅蓝色 使用画笔工具 可以给它呢 再做一点装饰 比如在人物的脸上呢 绘制多个大小不同的圆形 这个呢 你也可以不做 比如设置为3 点几个圆点 这样呢 做一个装饰的效果 对吧 可以让它再贴近一点 可以这样呢 进行装饰 现在我们看 这样的一个水晶的纯彩呢 效果 再添加一个装饰 显得这个照片呢 就更加的好看了 当然这个装饰呢 还可以对它呢 添加一个外发光 比如说为它添加一个外发光效果 设置它的混合模式为绿色 颜色呢 为黄色 大小设置为9 让它稍微的产生一点外发光 这样呢 整个的这个水晶纯彩 效果呢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你只想学习制作水晶纯彩的话 这一步呢 可以不用操作 只制作一个水晶纯彩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的 妩媚动人呢 添加了这样的几个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前后效果 看一下这个水晶纯彩 亮的多 对吧 像水晶一样 这就是水晶纯彩效果的制作方法 这就是水晶纯彩效果的水晶纯彩效果的